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陳樹聰老師是第三屆消行獎的得獎者 他的作品其實是消行老師很肯定的 剛才我們談到就是說 這個空間其實有點冷僻 有點孤僻 但是跟陳老師的作品的值非常的像 陳老師的作品可以元素到 他從羅馬回來以後 他開始認識 而且認知 而且認同了台灣土地的蘊藏的大能量 他開始一系列的這樣的作品 海岸線 沙洲 他剛剛說的 你們都可以聞到鹹水的味道 在我簡單介紹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是值得細看 還要再看仔細看的一幅作品 謝謝 陳老師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不華眾取從 我們剛談到現代的藝術家 某種肯定還有讓他們有繼續更努力下去的決心 是這樣子來的 陳老師 其實要講特色就很難講嘛 就是說自己堅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形成的某種特徵 某種你個人的風格 某種個人的特色 也許是這樣子 但是我這一次只是針對我差不多20年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作品選的展覽 我是從羅馬1996年回來 然後到2004年我才轉變到 從那個時候才轉變到這樣的一個系列 創作的生涯其實很多有時候會面臨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困頓 很多的失敗 然後慢慢度過那個難關才走出來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走到這樣子 和樓下的樓下是二樓是最新的 這個就有點稱叉的一些對照的一些作品這樣子 那你這次選的這些作品是想要傳達什麼樣的一個理念 讓我們參觀的能力走 在二樓那就是我最新的idea 我強調的是一種虛和實之間的這種交錯 交錯點的一個交錯的狀態 一種臨界點 在那個臨界點要突發到某一種境界的時候 我是在找尋這種交錯的狀態這樣子 那也是要突破到想辦法要突破到另外的境界 怎麼樣呢 那是一種可能嘛 那都是一直在找尋這種可能這樣子而已 那這是有羅馬時期的創作 然後跟回答的嗎 羅馬時期有丟在倉庫那邊還有 是有啦 但是我就說 最主要是一種新的idea給人家新的印象 那羅馬那個是已經久遠了 那你覺得有什麼樣的差別 沒有啊 羅馬你要看嗎 等一下我叫那個請那個 因為羅馬時期我是很年輕嘛 那種年輕的熱情 那種年輕的無味 那種年輕的豪放 年輕時期的那種奔放 那時候就在那樣的作品的風格上 那樣的揮灑之間去呈現嘛 那經過了這個時候呢 已經到了五十歲六十歲 你會發現 哎呦啊 這已經不再年輕了 哈哈哈哈 不再年輕了 沒有那個熱情了 什麼都沒有啊 不是 但是你就會發現說不對 那應該走路到年生另外一個階段 其實年輕時期不是只有青春時期的熱情 對藝術的熱情 對人生的熱情 不是光是這樣 你到了成熟的時候 其實再來的是什麼 人生是什麼 是一種智慧 是經歷了某種 你經歷了人生各種擺態 各種困惇各種什麼樣 慢慢累積慢慢成熟出來的某一些智慧 那我現在是我的話是在找尋這個 就是說對我自己的人生 對我自己的話做 其實是找做某種這種氣因 這種智慧的一種呈現而已這樣子 至於是不是那個我個人沒有去管 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以後都是會 後來的人才來回顧你 你自己沒有辦法去 也不必去在乎這樣子 那廚師剛剛那個期待 他每天去畫室裡面 把自己關在畫室裡面要畫畫 你知道嗎 一天畫不出來 兩天畫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外面打開窗戶打開 都不是 都不是我在羅馬熟悉那樣的環境啊 羅馬你只要走到街上 到處都是雕刻 到處都見那個 那個美術館都是什麼 教堂什麼都是已經 整個都市都是美術館 那無形中他是給你 給我很多很多的創作的能量 很多很多的養分 我都習慣那樣的氛圍去畫畫去創作 但是一回到台灣 窗戶打開都是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看不到了大師不見啊 那時候心裡就很挫折你知道嗎 而且我把自己關起來說我要畫畫要畫畫 但是其實畫出來都空的 畫出來再怎麼畫都空的 因為裡面沒有養分 沒有什麼東西進來 我畫出來我空的我心裡就很著急 完了完蛋了大師不見了 我怎麼我要去哪裡來 我自己要做什麼 那幾人就很辛苦 那時候我太太還在台灣 就是每天回去就騙著太太說我去畫畫 回到家就是這樣子一個人 回到家 什麼都沒有 一天兩天三天 就是說騙太太去畫室工作回來 其實畫室我上面是傻傻的 都沒有 一年兩年我過了兩三年是這樣的日子 那等於就是說漁夫啊 漁夫你每天撐著船 漁船出去要補漁回家給家人吃啊 但是船都空空的啊 一出去說要去打魚回來家都空空的 漁船空空的啊 一年兩年三年 看人家煎熬是多少煎熬 但是我後來就是 畫室一關我就跑出去外面 去外面去走啦 去海邊啦 去漁溫啦 去稻田啦 去什麼 自己想辦法把自己著陸啦 就說 好像我一直在做羅馬嘛 都沒有著陸到這個土地 所以那時候就很辛苦 就慢慢給自己著陸了 慢慢去踏在這個土地 慢慢再去看 我再來 我就去那個鹽田去走 哇 原來台灣的土地的顏色是這麼美 它是一種樸式的美 台灣的土地有一種高貴樸式的美感 是在那個土地裡面 那我是說 我怎麼沒有看到台灣這些東西 沒有看到這些土地的美 沒有看到這些沒有感受到這個 我是大畫家 我怎麼 我在羅馬看什麼都走過啦 什麼 什麼藝術我都懂啊 什麼我都 但是奇怪 我怎麼沒有看到這個 我怎麼沒有看到 它是不是現在才存在 不是啊 它本來就存在啦 只是是我的問題還是它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不是土地的問題是我的 一種謙卑的態度 對土地的一種 一種謙卑一種怎麼樣 跟土地一種溝通一種連結啊什麼的也好 就是這樣子 齁 那以前的創作的概念 很多創作官都是很強勢 我必須表現什麼 必須怎麼樣 必須什麼藝術怎麼樣 我完全把這個態度拋棄掉 我說說必須謙卑去土地 去對話跟土地對話 這樣子慢慢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走到現在 走到樓下這樣子 對 老師這樣 減減減減減到 拉到一邊 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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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漢強盛的時候 開始轉變了 慢慢走到樓下 你看樓下是最近的 一兩人的作品 這點綴有一種 穿糟的對比這樣 老師除了這個是台南鹽田 還有哪一個地方是 去到那邊 然後覺得 印象都是很後的一些創作 都是在台灣西部海外 有一種什麼 有一種蒼燒 一種蒼燒 西部海外 你慢慢來 這樣整個 這樣整個 那個 村肉 這樣看著 有些人 也不帶來 西部海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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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